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讲赴美留学以及此后的移民和工作这个形式 那么我们律所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那在里面除了一些移民的信息 我们也有一些留学方面的这个信息文章 那这个我们的客户呢,很多人办美国移民 有的人也都是为了孩子的发展 那或者呢,孩子已经在美国留学 或者呢,考虑孩子将来到美国留学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些形式的变化 有更多人呢,对美国移民感兴趣 但是另一方面呢,坦率的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符合移民的条件 比如说,我现在在中国做技术员、工程师、中学教师 或者其他的,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文职 职位或者公务员等等 那我不一定适合就办EB1A、NIW 其他的移民呢,有的要亲属移民 也要有条件 那么有的职业移民要有美国雇主支持 那么如果不适合或者暂时不适合怎么办呢 那么好多人像前面讲到 办移民也都是为了子女 那么子女呢,也可以考虑先到美国来留学 这个事情呢,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比如说呢,子女到美国留学 毕业以后,有可能自己就可以在美国办绿卡 大部分通过职业移民 也有的时候通过亲属移民 那么子女拿到绿卡 拿到美国国籍以后呢 也可以给父母再办绿卡 所以呢,这是一种办法 当然另一方面呢 子女在办留学的同时 父母如果现在符合条件 或者创造条件 那么同时呢,能够办绿卡 那么对子女将来在美国的就业发展 也有相当的好处 那么接下来,比如说 那我想要孩子考虑到美国留学 因为各种原因 是吧,包括有这个内卷的原因 毕业以后 大家知道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是否能找到这个理想工作的情况 还有呢,比如说中学负担太重 或者说学到的一些东西 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会考虑要办到美国的留学 那么我的孩子是应该到美国 读研究生 读本科 还是读高中呢 那这个情况呢 当然因人而异 首先呢,你要看孩子适合的年龄 那如果说年龄超过了 比如说读中学的年龄 再读中学当然就不适合了 这是一,对吧 可以根据年龄相应的来选择 那如果现在年龄相对还比较小 这几种都可以呢 那我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讨论一下 一般来说,如果说到美国读硕士 相对呢,会比较短平快 见效快 比如说,我中国本科毕业了 到美国读一年两年的硕士 然后毕业以后就可以工作 那么优点呢,时间短 花费少 缺点呢,因为时间比较短 对学生个人的压力可能大一点 那你要在短时间内适应美国 取得生活的各种技能 然后语言过关 学到相应的专业的知识 有这个工作经验 然后毕业以后找到合适的工作 还有一个工作签证的问题等等 所以对学生本人呢 可能压力大一些 要求高一些 这是如果读硕士 举个例子 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同学 讲到他有亲戚 在上海某一家著名的大学本科毕业 要到美国一家大学呢 读一年制的金融数学的硕士 那有人讲说 你读这种一年的呢 有的说的不太客气的 说叫水硕 说你这个一年呢 可能不一定能学到太多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读呢 这里面也有一些有用的地方 因为美国政府呢 我们知道他有若干的品牌 有美元 有这个苹果啊 这些公司等等 是吧 特斯拉 另外呢 美国的教育也是美国的品牌之一 为了推广教育呢 比如说 那美国现在呢 对于在美国取得学业的 毕业的这个学历的留学生 他们呢 有一些特殊的优待 比如说呢 可以用OPT工作 如果是STAM 理工科专业的 可以有OPT延期 前后有三年 然后呢 在H1B抽签方面 也有一些便利 在办绿卡方面呢 也有一些更多的考虑 所以呢 如果在美国 哪怕你读一年的硕士 那么毕业以后呢 不需要工作签证 也可以用OPT 来工作三年 所以这样呢 对于在美国工作 是一个过渡啊 那么这一年时间的 这个包括学费啊 这个成本呢 可能很快就可以挣回 这是一种考虑 在中国读了大学本科以后 到美国 当然了 有的人担心 我在中国读了敏感的学校 敏感的专业 是不是办签证就不容易了 或者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呢 现在大学扩招了 但是呢 如果想要上理想的 比如985 211或者其他理想的学校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有的人因此呢 会考虑说 我到美国来读本科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和读硕士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那么读本科呢 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准备历练 然后适应 当然另一方面呢 那对父母的这个财力呢 有更多的要求 那你读本科要多四年 而且本科嘛 一般来说 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就很少了 那四年呢 就要多几十万美元的这个费用 那所以呢 这要看个人的选择 这就是读本科和硕士的 不一样的地方 读硕士花的钱少 时间短 但是对学生呢 本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可能一定程度上压力也大一点 当然了 这个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那一个硕士毕业以后呢 也有可能可以换去 到更好的学校 更热门的专业 读其他的硕士 当然也有读博士的 我们的新卫名律所呢 很多客户嘛 也都是留学生 包括有别的访问学者 博士后 那其中呢 也有很多博士生 但是一般来说博士生嘛 理论上至少说 应该更成熟一些 更了解自己的 想要什么 自己的方向 我们呢 为很多 毕业以前 这博士生也就取得了 EB1 NIW批准 当然毕业以后呢 在做博后期间 或者从中国直接来美国 做访学 做博后 像这样也可以办理 EB1 NIW 这些呢 我们在此前很多视频里 已经都讲了 所以呢 这一个视频更多的呢 是针对更年轻一点的 小留学生啊 来读硕士的 然后呢 来读本科的 以及来读高中 那么前面讲了硕士和本科 如果来读高中呢 那么就另一方面呢 应该说呢 适应的时间就更长 对吧 那你有更多的时间 在美国 那你在美国读了中学呢 还可以考虑申请美国的大学 对吧 大多数人都会考虑 在美国继续读大学 那么 当然了 这个一定程度上呢 对父母的财力要求就更高 对吧 那你在美国读几年中学 再读几年大学 那父母需要花的钱就更多 所以呢 那工薪阶层呢 比如在一二线城市的 大多数呢 都能够支持子女到美国来读本科 来读中学呢 那往往就更难一点 看个人的情况 那么 接下来呢 有的人讲到说 那我在美国留学 是上更好的学校 更重要 还是读更热门的专业重要 那这个当然是小马过河 因人而异 随便举一个例子 一般来说 一个基本的区分的方法 那如果你家里有矿 可以要继承家业 对吧 那像这样呢 说我准备这个 做管理层的工作 或者自己创业 或者说就业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当然了 更重要呢 可以考虑学校的排名 如果说呢 我更着眼于申请技术类的工作 比如说IT呀 统计呀 金融啊 等等 就是说呢 这个相对比较热门高薪的工作吧 做这样的专业工作 希望过中产的生活 那么呢 可能说读热门的专业更有用 比如随便举个例子 你在哈佛大学读心理学 对吧 那毕业以后呢 如果在本专业 那这个回报不一定好 当然有的人呢 那读这个专业 他不一定就是为了简单的作为雇员来做这个工作了 是吧 那人各有志也有不同的方向 神仙老虎狗 各有各的活法 那这个呢 是一些关于留学的基本的说明 那么在这里呢 再接着讲到说 留学毕业以后 说这个在美国移民工作这方面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每年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前不久录制的另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讲到现在呢 因为疫情原因 中美关系原因等等 你说呢 我在新办来美国的探亲旅游签证呢 就比较难了 不光是美国方面有限制 中国也往往他不给你办护照 所以呢 可能就难以取得新护照或者换发 所以现在用B签证来美国的呢 曾经很多 现在就很少了 那么但是呢 用F签证来美国留学的数量 现在还变化比较小 从另一方面来说 中美双方呢 出于各种原因 都还在保持这个留学这一个通道 所以如果说啊 回到前面的主题 这个父母现在一时不想办旅卡 或者条件不适合办旅卡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送子女来美国留学 花费并不一定那么多 尤其是前面讲到 如果读一两年的硕士 对吧 费用并不那么高 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人都可以负担 那么有的人说 我办加拿大澳大利亚移民等等 前后下来也要好多钱 而且呢 你去了那里以后 还要再找到新的专业工作 也并不一定那么容易 而相比之下呢 送孩子来美国读书 其实呢 录取也并不那么难 花费也并不那么多 但是要考虑到哪一点呢 那你读书以后 将来的出路在哪里 将来你准备做什么 说我在美国读几年书以后 回中国工作 坦率的说 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 恐怕这个出路不如以前好 对吧 很多人都讲到 有这个海归变成海带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 一样 那你有家族企业 是吧 那这个可能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其他的呢 你说从海外留学回来 安排考公务员 恐怕就比原来难了 对吧 并不一定有什么优势 如果说做一般的雇员 那么这个要收回留学的成本 也就更难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呢 你如果说送孩子留学 就事先要考虑到一个回报的问题 那么毕业以后呢 如果留在美国继续工作 那这个很多时候呢 可能会更理想一些 对吧 如果留在美国工作呢 那么就要相应的考虑到 说我读哪一些 热门专业 容易找工作的 回报好的 高薪的 钱多事少离家近的 这样的工作 对吧 那这个呢 一开始就可以规划 当然你来美国以后 也可以转 可以改变 但是呢 至少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不能说等毕业了 临时想 那要这个早动手 早打算 那这方面呢 我们律所呢 因为我们为很多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办理了他们的工作签证 绿卡 移民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也有丰富的经验 像前面讲到很多人 办律卡 办移民呢 也都是为了子女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相应的问题 也可以和我们讨论 我们律所呢 在美国攻略网站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以及在这个YouTube频道 这上面呢 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说明 那么总体来说 你要看这个大的趋势 是吧 要统计数字 而不是个例 虽然现在呢 你知道网上嘛 语不惊人死不休 标题党 各种标题 说呀 现在到美国签证也难了 毕业以后工作也难了 然后在美国定居 生活 扎根 发展也都难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现在每年还是有将近十万 中国留学生 新来到美国 然后呢 也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 在美国 取得了很好的事业发展 所以呢 这个事情 事在人为 林渊县雨 不如退而结往 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那当然你要付出相应的努力 以及事先呢 要有这样的规划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 再总结一下 这里讲到呢 你如果现在就符合移民的条件 当然很好 如果说正在办移民 或者一时不能办 那么同时呢 孩子也可以考虑到美国留学 那好多人觉得呢 说你看我要办美国移民 可能不容易 我也可能需要办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马尔他 瓦努阿图 这样的移民 对吧 但是呢 另一方面 送孩子来美国留学 其实相对来说 容易一点 像前面讲到 现在中国和美国 还都没有那么多限制 花费也并不多 所以呢 来美国留学的这个道路 还是畅通的 但是你要事先考虑好 说我在美国 花了好几十万美元留学 回去以后 我在铁领某一个小公司工作 月薪三千人民币 那可能就不值得 对吧 所以你事先要规划好 除非是要回去继承加业 其他的呢 相比之下 如果都是打工呢 从回报 从对打工人的保护 比如说没有996等等 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说呢 在美国生活当然有优点 当然这个人各有志 有的人说呢 我有钱 我又有创业的打算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说对于可能大多数人吧 普通人工薪阶层啊 在美国呢 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平台 同时保抵的机会 同时工作的回报 待遇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你可以考虑呢 自己或者送子女 先来美国留学 然后再办这种移民 如果有更多这方面的具体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 那么有的人说 我的孩子现在还小 那我来美国 我怎么能陪着他呀 对吧 那这个如果是读中学嘛 也有一些家长呢 用各种方法 用B签证或者F签证 陪同孩子 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 一般来说 在美国 我们知道呢 有三四十万中国留学生 这里面呢 大概有十几万 最多的是读硕士 其他的呢 可能还有十来万 是读本科的 另外呢 可能有三四万 是读博士的 还有两三万到三四万 是读高中的 所以各种阶段的都有 我们也经常听到啊 这个那个 对吧 那如果谷爱玲也算 或者原来德拉奥斯卡奖的 那个拍无一之地的 姓赵的导演 对吧 那都是呢 曾经到美国来留学生活的 对吧 各种华人这样的 还是很多的 对于此后的人生 事业发展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的孩子说 到美国是读高中 读大学 读硕士 什么阶段呢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打算 对吧 只要你相应的计划好了 都有可能取得成功 那么在美国留学以后呢 还可以考虑 办美国移民 包括工作签证 和绿卡的身份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给留学 带来相应的回报 所以呢 总体来说 我们这个视频 题目 主题呢 讲到的是 2022年 谈赴美留学 以及此后的 移民和工作问题 这个呢 是一个 比较笼统的概括讨论 那如果此后呢 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